好了 之後我們就很高興請到林思偉小姐 她是我們香港的註冊營養師 和香港營養師協會的主席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最有何的減肥餐單 這個題目應該會很受大家歡迎的了 好 這個時間就交給Sophia 聽得到我說話 OK 我 我是Sophia 香港的註冊營養師 其實基本上都是要講一下 究竟減肥應該怎樣做 我想問在座誰減肥的 那麼少? 不可能的 有些人不敢舉手而已 連油醫生也是 我想在座也減肥 看到這張照片其實你會覺得很大期望 你又想拿回東西回家 因為我不是太差單 可能你會知道的 好 其實我們在座也可能看很多傳媒雜誌 或者可能宣傳 你看到一些人士 香港很受傳媒影響 你看到一些藝人 或者港部 你會覺得很羨慕他們 那當中今天來聽的朋友仔 都是有些運動底的 那可能有些人減一下 有沒有機會減到他們的 又很肥 減到 即是有路過風機 或者甚至乎去雜游 發哥 發哥吃甚麼 走去金融發哥吃甚麼 就看可以去到貨獸 或者可能有些明星的效應 那所以這些我們經常都看到 那你只會聽到很多人說 哪一件是減肥最好 哪一件是減肥最好 哪一件是減肥不好 或者轉出去 沒有很多人 那還有另外這些 有沒有人有空去那些書局 買這些書 即是有空去看減肥 那些有些沒有 那很多人叫你舉手 你都會舉的了 但家裡還有幾本在左近的 因為那些書看下去 就說你吃某些食物 就可以減到肥 吃某些食物 就受得好發人 受過其他人 所以其實你會發覺很多市面上的消費 因為每年書展都會有這些 那你們自己心目中 有沒有試過用這些書去減肥 有沒有試過 好 那剛才有問過 這個圖畫代表是甚麼 當你肥的時候 好了 去跟這些所謂的節食方法去減肥 短期內 如果你跟得乖的 你很聽話的 通常都會瘦10磅20磅 頂盡 OK 但因為這些飲食餐單 其實很短期 那沒多久 最差的是甚麼呢 就是反彈 OK 我又沒有熟吐字統計 但其實經驗上來說 找到營養師去減肥那些 就是試過留言 種種傳媒 WhatsApp Internet 朋友說減了OK 就照金 但大部分回來都是告訴我們 減完不行 反彈的 所以我們經常這個笑話 就是講 The Real Diet Story 就是你跟得到 是減到 但很多時候最失敗的是甚麼呢 就是反彈 OK 如果要成功減肥的話 要叫做減完之後 是能保持得到 OK 所以你說你跟那個餐單也好 跟那個飲食方法也好 你 Make sure 你自己跟完之後 不要回原本的尺寸 如果你跟什麼都可以 OK 好啦 我們當然主要養師 就覺得 不要亂禁止吃減肥 無論你跟剛才的一本書有好 傳媒說哪個明星 吃番薯 吃粥三餐 肉也不吃 只吃蛋白 一天吃24個蛋白 之後加4個番薯就算了 那些你照跟 我不管你 但問題是 有些人如果身體有毛病 或者可能年紀 甚至乎過快減肥 其實有很多後遺症 那我們就不建議 那些人 是無論製成減肥 或者是極速減綁 都不是一樣的事 尤其是應該在在意 都是很多運動底的人 當你極速減肥的時候 你流失的是什麼 知道是什麼 如果極速肌肉 肌肉其實是很難建立的 無論男生 女生 你都知道的 你想每一寸有肌肉 或者你練了一個丁 那麼多力量出來 其實是最難的 如果你真的亂減肥 你減了一些不好的東西去 其實你將來可能有機會 會飆不回 尤其是我們年紀大 是不是 年紀越大 我們肌肉就越流生 越快 如果你亂減營養不夠 或者暖分質不夠 或者脂肪不夠 蛋白質不夠 無論哪一個飲食習慣 總之不溫衡 都會有機會 收還收 但你選一些你不值得減的東西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OK 好 還有其實很多這些 摺食的 diet 其實是沒有什麼趣味的 例如剛才有些書 什麼奇異果減肥發 什麼咖啡減肥發 花生醬減肥發 什麼 啤酒減肥發 就只是叫你吃一樣東西 我經常跟客戶說 我給你跟 你跟到三天 OK 繼續跟 你跟柴人 繼續跟 你跟不跟到八十歲 如果你跟到八十歲 我都很佩服他 OK 所以這些所謂的單一摺食法 其實是沒有什麼趣味 你跟一段時間 你就不會跟 OK 好了 當然剛才我的肌肉流失 通常都沒有什麼運動建議 這些摺食品物 從來都不會提醒他們做運動 就這樣告訴你 無需摺食 無需運動 無需睡覺 什麼都不用做 就可以減肥 如果是誇張得很重要的那些 你都知道應該不太順 OK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摺食方法 最好就是別做運動 坐在那裡減肥 就行 所以這些單人其實是無需的 OK 另外 會引致你的營有不良 有些機會會引到飲食失調 有些人減肥減肥 你見到很多小朋友 或者是年輕 貪美 或者很想瘦 其實減肥 減肥 減肥太差 不會變成了業食症 或者是情報食症 是的 這些都是一些後遺症 另外 沒有效果 反彈 浪費金錢 還有健康 另外甚至乎有些人去吃某種藥 即是市面上 無論是上網買到的 或者over the counter 買到的 可能有些禁藥在那裡 有些人去吃某種藥 其實也有些人去吃某種藥 上網 你會見到衛生署 或者新聞都會說 一些這樣的東西 就說 自己在哪裏吃了些減肥量 之後就去心臟追傑 或者受衰傑 或者說衰傑 這些都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嚴重起傷力 其實可以引致死亡 好了 所以 你們會很不開心 你聽過這些話 是沒有捷徑的 sorry 沒有magical diet 我知道你們坐在那裡 很想拿著餐班走 但功能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對緊要 最重要都是熱量平衡 如果你是這樣的營養師說的 一個最有效的減肥方法 還有 肥也不僅是說 靚或不靚 有沒有六九腹肌 或者有沒有二十四吋 絕絕綠 其實我們說肥是一個病 OK 營養師醫學的一個代替 減體重量是貨 當然每一個人都會貪靚 但最有益的就是 要預防這些疾病 肥本的時候 有機會會有這些疾病 包括糖尿病生作病 更加高 甚至癌症 睡眠疾悉症 膽石 關節炎 脂肪肛 痛膚症 一個重字 一個肥字 已經可以引致這些疾病 OK 我今天不多 DMI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DMI是甚麼 超過多少 才是超重 23 OK 23 中國人是很紅 亞洲人應該說很紅 是超級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高低一點 因為外國人超過25 才叫做肥胖 所以為甚麼我們 亞洲人的那些疾病 就是因為我們的 脂肪低一點 超過25 就肥胖 23是超重 25是肥胖 30是 BMI30是 遠足肥胖 OK 好了 肥胖的原因 不用再說了 除非有任何的 甲狀腺的病 或者一些 賀爾蒙的疾病 令到沒有原因 去肥胖 大部分的人 都是這兩個原因 坐在那裡只有食肥 但沒有做任何 OK 所以這個都是 沒有改變過的 這個致肥的原因 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有些人說 我喝口水都肥的 或者有些人說 我水腫 我腫了10磅 我說 我腫了10磅 我的心臟衰竭了 OK 沒有藉口 基本上 有些人喝口水 吃 呼吸 不知外國人 呼吸了外空 胸皮都肥一點 全部都是藉口 OK 只不過是量平衡 令到你 保持體重 這個很簡單 跟大家說 看一看就知道 你吃的東西少些 輸出多些 其實非常便宜 就可以減少 反過來 你in and out 是平衡的 那就沒有保持體重 但如果你想增幅 如果你想增幅 增肥 就吃多些 OK 不是叫你做少些運動 但熱量攝產 是要再多些 這是另一個課題 我可以說很多個鐘 OK 所以如果說減幅 again no short cut 都是以熱量攝產 和燒出多些熱油 好了 各位 再多一次 聽到我講書 聽到我講書 減1磅之方 要消耗3,500 卡路里 OK 平均我們給人減量 每一個禮拜 減1至2量 如果你可以在你飲食 或者運動 省回 3,800 卡路里 就可以減到我看 除了7天 你每一天 大概省 500至1000卡路里 你就可以減1至2量 OK 要用兩樣東西 一起省 那我講多些 飲食方面 好 那很多人問 究竟我們每一天 大概需要多少卡路里 那運動員說 運動員有很多卡路里 可以去到很高 但是平常我們香港人 或者 就是亞洲人 吃的東西 大概都不可以超過 1500至12000卡路里 OK 那女生大概1500 男生大概2000卡路里 那每個都不同的 其實都很基於 就是高度 體重 運動量 全都可以計算 不過這個是很不同的 大家會告訴大家 需要的燃料方式 那每一餐大概500至700卡路里 每一餐大概500至700卡路里 記住 500至700卡路里 等一下我送一些圖畫 給你們 為什麼你們這麼容易超過 咦 有沒有吃這些呀 喜不喜歡吃這些呀 我又不會叫你舉手的 那是你們心目中 自己正在吃的 請你留意一下 剛才每一餐 應該不要超過500至700卡路里 那當你吃了一個 這個是什麼來的 你朝朝吃的 這些牛肉 即食麵加蛋 加杯奶茶 加個多士都970多的 OK 那這個就是 玻璃油 蒸排骨飯 粥 那其實都是不少東西的 咦 好了 那一定要減了 我們要減幾百卡路里 同一個setting 同一個地方 你都可以選同一樣東西的 譬如你不吃即食麵 你煮飯做通心粉 你不喝奶茶 你喝冰茶 你喝冰茶 其實這樣就已經省了 不用不怕見到營養師 叫你一餐餐吃麥皮 OK 因為每個見證營養師 都是怕你餓去吃麥皮 其實不是的 OK 或者每個見證營養師 都覺得營養師不讓他吃東西 不是 我們的角色是告訴你 你會出街去哪裡 你要懂得減 要飽的 減肥也是要飽的 減肥不是餓死自己去減肥 減肥餓死了就沒有意思 OK 那譬如選一些簡單一點的東西 即沒有那麼多油 例如吞奶乳三文治 另外粥 不要配炒麵配長份 另外吃蒸飯 可能不吃排骨飯 吃肉餅飯 我們沒有離開那間餐廳的 仍然都是那裡 只不如你給多一點時間 自己看菜餐 就快到了 所以沒有這麼厲害 不過你必須看一些小職事 有沒有吃這些 千多cal 剛才記得女生一日吃多少 1500個斤 那這個呢 咖喱奶乳飯 1300 這個是排骨炒麵 食菜排骨炒麵 另外是薄豬炒麵 那除了calorie之外 你能看到你雙部跑步量要跑多少 跑開步那些呢 跑開馬拉松 山河鐵人那些很開心 因為他們可以吃燈 OK 但你不跑開馬拉松 不跑步 不做運動 不玩開山河鐵人那些 麻煩你不要犧牲 但你感覺一下 如果你真的吃完之後 你去跑馬拉松 你嘛 你照跑 還有我想說 很多運動員 很多玩岩運動的人 以為自己什麼都吃 以為我食不足 一口炒麵 跑步那些蛋糕醇都跑掉了 或者我的肚子一定很美 其實不是 好那麼 SPECIFIC 不是說是燃燒點東西 燃燒點東西 所以運動員 麻煩你們都是 如果你們做很多運動也好 不要以為自己甚麼都能吃 你們都是要計算的 這些是一些健康的東西 例如放湯的麵食 雲吞麵 少一些汁的飯 放湯的湯飯 甚至日本的食物 或者清新的食品 其實市面上也有很多 我都說不完給你們聽 第二次帶出的意思就是 你們肯定心肌去減 其實是行得通的 你剛才不是說 如果每個星期減到3500卡路里 來自一磅嗎 那我不會這樣 那如果我們不吃這個餐 我們吃另一件東西 OK 吃甚麼好 不吃即食物 吃甚麼好 通飯 OK 所以為什麼通飯 飲品要少 那這裡已經省了500卡路里 就是省錢一省 我其他東西未改 你這樣一個星期就可以減多一磅 OK 那我們吃飯 一向吃煮豬飯飯 我們轉了做 切雞飯 OK 不要皮 我經常說笑 我找不到一幅畫 是沒有皮的 切雞飯 我下次再吃飯 給我拍出來 其實沒有皮的切雞飯 是很寡的 但如果你減肥也沒辦法 所以這裡也省了200卡路里 OK 那你的麥當勞呢 不能吃的 完全不能吃的 我覺得都是EVO 沒辦法幾天都會想吃麥當勞 那你們會選甚麼 選甚麼 不知道 通常我們會選個兒童餐 所以一來便宜一點 原來沒甚麼好選 都是普通的 沒有一個 還有薯條 又小一點 飲品又小一點 亦都有全線的快餐店 現在全部都有代行的飲品 那如果你肯選 其實這裡省了 五六八幾七八的 那你會覺得是不夠飽的 但沒辦法 你去一個情景的時候 你不可以學會怎樣去選 好了 另外飲品 要提一提 飲品都是香港人致命的致命商 很多時候 有些人聽到 第一樣的就是不喝汽水 就是見到養養師 問他為甚麼這麼肥 他很不喝汽水 為甚麼我三百磅 但他每天都是喝一三瓶 凍檸茶 或者三瓶 喝三瓶補糖 或者喝三瓶補糖 或者喝三瓶的甜品 不要說牌子 那些不高 但是呢 其實你見到卡路里 這些是很高的 糖分也很高的 你想想這支是十幾斤糖 我們每天都超過十斤糖 如果你去喝一瓶 尤其是運動員 做運動的人 以為自己可以喝喝汽水 喝喝果汁 喝喝甜品 其實不是的 所以甜品 如果你的學生體重 其實是最容易的 要戒掉 另外 小數 我們說 small change make a difference 你做小小事 其實可以累積你減量 那個磅數 這個是life style change 生活習慣改變 意思是 譬如你每一天 不要喝奶茶 你轉了做用檸茶 其實每一天就省這麼多 你一年就省四萬多卡路里 一年你就減十一磅 只是做了一樣的 OK 譬如你平時吃 喝一碗汽水 你戒了一碗汽水 之後你每一年 五萬的cal 你就減了十五磅 所以其實很困難 其實你肯改少許的lifestyle 並用力 你又接受到的 其實那個就是最佳的價值方法 你要自己肯做 要融入到你的生活裏面 那個就是最佳的價值方法 如果你說完 你是融入不到的 沒有意思的 你強硬做 沒有意思的 OK 譬如步行 急步行 跑步 當然你做得最多 就是沒有fit的情況之下 你當然越燃燒越好 譬如你跑步三十分鐘 每一天 誇張一點 九萬幾cal 一年減25磅 你考不到 不要再去考考 記住我講了一句 是很特別的習慣 當然不再動 越高的動態度 你又受到的 你又喜歡的 當然你會燃燒越多cal 那越肥的人 也會燃燒更多cal 所以你看到 你見到那些肥的人 是會減磅的 就是一個三百磅的人 為何他減得這麼快 一個八百三磅的人 他沒有減減的 因為越重的人 做同樣的運動 去燃燒加力 都是公義的 那你不需要羨慕別人 因為人家三百磅 你一百八三 三十磅 所以可能三百磅 會燃燒更多 OK 所以不同的運動強度 重量和性別 都有機會 是用到你燃燒加力 是比較少的 你比較多 那通常我們 普通人 不是放運動聯 如果可以每一天 走到八千至一萬步 即現在很多計劃器 或者有些感覺 完全可以保持住 平均都可以減到 三百六百 你的聽眾有多重 另外很多人問 那減幾度 例如我怎樣保持 有沒有數據 有沒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到 令我真的可以保持體重 其實有數據 美國有一個叫做 Quick Control Registry 是有一班人自願 減了三十磅以上 之後可以成功保持到 一年以上 他們問他們 究竟是甚麼行為 你做了 可以保持到 OK 以下就是這幾天 第一 都是持續保持健康飲食的習慣 OK 我減完三個月 我減了三十磅 之後就放棄 沒有用的 一定要保持你的飲食習慣 另外 堅持低熱量 堅持低脂飲食 另外 每天都要吃早餐 這個數據很久了 十六九個不吃早餐的人 都是肥的 所以一定要吃健康早餐 OK 另外 最少的出街吃飯 OK 他就建議每個星期 少過兩次出街吃飯 那香港人很難的 所以為甚麼我教你選擇 就是這樣 香港人是有九成 有八成的人 下午都會出去吃午餐 那如果你不出去選擇 其實是很不錯的 OK 那另外 運動 你們只有這裏 都是運動的外動者 一小時一至少 另外 每星期 麻煩你不要看電視 超過十小時 看看你們做不做到 就算你們不看電視 可能是看電話 看iPad 看這又看那樣 坐在這裏 不動 都是肥胖的原因 所以數據就告訴你 最后一個星期 不要超過十個小時 坐在這裏 那另外 麻煩你每一天 或者每星期都要看床 我 我的客人都是要的 自己保持自己的體床 當你自己發覺自己 充了三十磅的時候 你就會後悔 所以這個星期 坐在這裏 隨時 另外還有寫飲食的錄片 可以寫下自己吃的東西 好了 我們都要介紹一下 我們 宣傳一下我們的APP 前幾天都出了一個 我們有一個新的APP 叫營運港健康 在香港營運師協會 中文大學 香港運動醫學科學會 做了一個APP 這個APP 當然不是很多資料 但有五百個 香港地區的食物 在裏面 裏面也有很多運動的提示 還有很多運動的影片 你可以跟回家裏做運動的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你可以去這個 營運港健康的應用程式 去download 所以要頂多時間 這個APP download的時候 給頂多的耐性 我們給了很多心機去做 我明白 現在這個APP可以download 很快 但這個APP有很多資料 所以可以給頂多的耐性 去download OK 好了 暫時我先說這麼多 時間有限 我們交給主持 好 謝謝小姐 很精彩的 我現在是關於 怎樣把營養學的知識 融化的生活之中